大家好,我是格子 限机令公布后呢 我国又一位富豪啊 拿到美国绿卡 携全家老小移民美国了 这个人呢就是云南首富李小明啊 那李小明呢是恩杰股份的老板啊 这两年呢在中国发展的也非常好 身价呢有55亿啊 迅速增长到290亿啊 一跃成为云南首富 那此事一出呢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议论啊 有网友说去吧 赶紧去美国喝消毒液去吧 也有网友说 美国真的比中国好吗 那么我想说呢 第一吃水不忘挖井人啊 做人呢不能忘本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 咱们中国有很多啊 知名的企业家啊 乃至在世界上啊 都非常有影响力 像马云王健林啊 马化腾 他们的资产可以说 都达到了好几千亿啊 但是他们不但没有选择 放弃中国国籍 啊然而在中国需要帮助的时候 有困难的时候 曾多次挺身而出 为国出力 捐资捐物 其实这些企业家受到很多网友的拥护 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财富 而是因为他们有一颗中国心 做人做事没有忘本 但中国赚完钱 又投入到祖国的发展当中 为祖国做贡献 但有些在中国挣完钱 却加入其他国籍去为其他国家做贡献这些企业家呢 啊 我觉得他们的做法就不太可取了 我觉得做人不能忘本啊 才会有更大的成就 那第二呢 我想说美国的月亮真的比中国的圆吗 美国的空气真的是甜的吗 那通过这次疫情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在我国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啊 全国十四亿人民啊 重置成城 医务人员冲在一线 啊 很快 咱们国家的疫情啊 就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而且老百姓得了病 啊 国家都给免费治疗 那再看看美国 啊 光检测一个核酸就要两万五 你要是真得了这新冠肺炎啊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治的 啊 由于这个床位不够 啊 医疗物资有限 他们只能优先先给有钱有势的人治 啊 并不是人人平等 所以我真的很想不通 美国的月亮真的就那么圆吗 美国的空气真的是甜的吗 可能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看得一清二楚 那么我也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通过中国十四劳动人民的努力 中国一定能够成为啊 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啊 倒是这些移民败国的企业家 啊 想回来都回不来了 好 那朋友们 你们对此怎么看呢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相互交流 喜欢就关注格子 关注格子 每天都